拉曼大学谁认拨款风波再有新进展 财政部部长林冠英今天宣布将拨款数额加码1000万令吉 也就是说本年度的拉曼拨款总额将达到4000万令吉 不过林冠英重申这笔钱必须交给拉曼校友会总会所营运的信托基金会 林冠英今天透过文告宣布拨款再加码 他说拉曼校友总会营运的信托基金一旦成立 政府就会拨出4000万令吉给这个基金会 作为2019年的营运经费 林冠英在文告透露 这个信托基金预计这个月底就可以获得批准正式成立 林冠英强调之前一些不负责任的人是捏造谎言 死控财政部的拨款是违法的 但是却又拿不出证据证明 如今这笔拨款足以驳斥这些谣言 早前财政部在明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 只拨款100万令吉给拉曼 比今年的550万令吉更少 当时林冠英强调只要马华放手 政府就会每年拨款3000万令吉给拉曼 在交受批评之后 林冠英早前宣布拨款3000万给拉曼 但是这笔钱必须交由校友会总会管理 对耶 不认为这笔钱的差别